歡迎大家回到星期六的配升企劃 稍後會講一下美股 昨天早上我突然講迴量控股 其實這幾天都想講迴量控股 但每次都因為很多創業版都很厲害 例如8238 有時候覺得有些正常的股票 我會先講一些正常的公司 因為這陣子這麼差才迫要講完創業版 我早一年到年頭都沒有怎麼講過創業版 除非本身像吉利友池友那些我才講過一次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下面加入Patreon 異動通知都在裡面 除了因為異動通知之外 有時候有些事情都會忘記了 因為真的講不及這麼多 還有就是其他人也可以去回 這裡有個叫做每週觀察名單 你們這裡可以登記 我每個禮拜都會發一次 就是那個禮拜覺得 認為都比較強勢的觀察名單 當然你全面一點 當然回到Patreon Discord 還有最尾這裡就是 咦? 因為近來他說是開戶的 大家也可以去回 這條link才有500元的優惠券 也登記了 還有你留意這個 什麼老虎證券的條件 就是開戶的條款 以及細則約束 大家記得按讚和訂閱 還有就是留言 也可以分享這段影片 剛剛也說過可以加入Discord 還有就是可以去回我們不同的社交媒體 包括IG、Facebook和TG 我們這裡都有齊了所有的連結 所以可以去回這裡 可以follow我們 進去Patreon 也有美股廣股討論區 以及美股廣股的機客人 這裡我可能會慢慢加回其他 但為什麼我好像說了加 但未見到呢 因為暫時我還是想分開 加完穩定後才批下來 例如呢 其實就好像業績通知 我覺得應該是值得去留意 因為其實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美股 其實呢 在這陣子的討論區 我都說 其實就 無論 香港的市場當然是差 但是 如果你不看美股 或者是你 無所謂 你不看也無所謂 我覺得都要分開 有些是去回美股那邊 還有呢 如果你其實呢 除了之前說的 好像這裡也有個例子 就是 你如果看回美股呢 都有些是幾日 一個星期內 就是你看 這裡是4月尾 那這裡4月28 其實應該一個星期內 因為算是星期六日的話 其實都是幾個假日內 就已經升了41倍 但是這隻還不是在玩什麼 騙生工具 就是 原本 那隻 股票而已 那你說 那 還有其他 AI股呢 其實我也很久之前也有說過 都是在移動通知也有說過 所以大家都可以在 裡面看看 那剛才還說 那些業績呢 例如NVDA 英懷達 在 應該上個星期 再上個星期五 其實就 他一業績之後 那一天 那些期權可以升了 超過100倍 那最差的那隻 沒力期權呢 就去到89 89倍 那 那 那 這些呢 我都覺得呢 你可以看回 我可能都會抽回 一些 大型的異動 因為大型的異動 你可能覺得 買完之後 都不會升得太多 但是 反過來 玩他的期權呢 就可能呢 會 比你 更厲害 比你玩小價股 那所以呢 如果你 抽得回這些 這樣的大價股呢 那 就是 其實NVDA最初呢 就是272元那時候 已經有 異動通知過 那當然 你說為什麼不再早一點呢 因為早一點 是沒有這個異動通知 那所以 就是 最低的位 都是272元 那最高 就已經去到400多元 那 所以大家都可以 看回一下 這些 那 雖然我自己就沒有 很 推介一些 的 奇權 不過我知道 這些 關鍵位 例如業績那些 那些股 大家都 會 特別去 留意的 特別是 好像 ADBE那些 其實都是 你見昨天 Adobe公佈 但其實 都是 五月尾的時候 都已經 已經 出了異動 包括 Oracle 那些 其實昨天 創了新高 但都是之前 已經 已經有 出過通知 那這些 就 比較 正路 那當然 比較沒有這麼正路 就好像 這隻 Ai 最初 是 2元 這隻 我也等一下 想說的原因 因為這隻 其實是比較 落後一點的 就是比起 CV.AI 那些 即是如果你找CV.AI 那些 再 即是CV.AI 就會升得比較 誇張一點 但如果你是 例如你二十幾 去到四十幾 但是 SOUN 那隻 我覺得 昨天有出過異動 都覺得是值得去 去 留意一下 因為它其實 算是 不多 不是好動的 公司 所以大家可以 留意我們的PATREON 除了美股移動 之外 也有不同的新聞 也有觀察 名單 這些不同的波波 是代表著 CQS 你進來 很多人都會回答你 也可以 再問一次 我都會回答大家 所以歡迎大家加入PATREON 或者是Buy Me的Coffee 那 那 我們 回來看看 屎 屎 屎 其實 現在 在 這個位 其實 近來 它也有少少轉軚 就是 我覺得它似乎 在這裏 鬥住了之後 就已經 可以 可以 彈到上來 還有 昨天 碰一碰 上來 所以大家 就 有少少小心 因為我覺得 大家 推得太久 我怕大家 已經 應該 應該有十個 九個 都已經無眼看股票 所以大家如果 都覺得無眼看股票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因為 你看到 成交只有 866億 所以 很多人都不願意去 看股票 這些時候 它就很可能 慢慢慢慢上來 當然 如果現在 來說 你說 不要說 那些 小價股 之外 哪些是比較 強勢的呢 我之前都說過 基建股 應該是高鐵股 那些什麼 中鐵 中國鐵 中國鐵 中國藍車 中國通號 那些 內銀股 其實都很強 但是 內銀股 被你升到 爆標 差不多 整個牛市 彈完之後 都不會超過一倍 所以我都比較少說 原因是這樣 除非 你每次 車下去幾百萬 收息 你才會買 內銀股 如果不是 其實都比較少 去理 內銀股 那 現在第一步 那個日線圖 都是跟 早一集說過 它剛剛已經 要彈上日線圖 雖然周線圖 就 未轉好 所以 目標 就是第一步 看它穿不穿得 19,500點 其實19,500點 看回日線圖 下一個位 都是大概 這些位置 其實 你差不多 可以看回 每一個關卡 彈不彈上去 差不多 彈一彈 這個 是19,600 然後 是20,000點 所以 你去到 19,600 之後 再看可不可以 上去 20,000點 20,000點 也差不多 也是周線圖 一個位 月線圖 當然 又更加 軟 現在 都已經去到 區間位 所以 那個位置 也是20,500點 可能 升星下 這條線都越來越低 所以最終 可能變成 20,000點 的話 就變成 香港 都可以重頭 牛市的懷抱 雖然 大家可以 二年都是 20,000點 但是 位置就已經不同了 所以 這就是 分別 美股 我就不 特別去講 因為剛才說 美股的事 一向都是這麼好 我們不需要再 強調美股有多好 所以 我在Patreon 裡面都說 你可以參考 月供 假設你不會研究美股的話 其實你可以月供 一些 美股基金 有些是每月派息 當然 如果你要增長 那些 通常都不會派息 那 我們看看 一些 叫做 創新高的股票 繼續是 古古怪怪的 或者是比較偏門的 就是 人們說 AI 其實這隻都是跟AI 聲稱 跟AI有些關係 還有 就是 398和659這些 其實都一直創新高 那我沒有特別去講的原因 因為它真的太高 它應該已經由1元以下炒了 所以就沒有特別去 留意 那你繼續呢 又是一些 中保身材 那 今天也差點 一會兒講一隻 就是 八字頭 還有就是 升空 華文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周杰倫那個 上不到 又回一回 回來 這個也是之前 有說的 那 立一立之後都記得 這個呢 如果大家記得 早 幾個 禮拜 不知道有沒有幾個禮拜 不是曾經說過 一隻出了異動一次 然後 就 見到 CQS有些異動的 在想它會不會炒 很多倍 那 但是最終 它就沒有動 但是呢 現在呢 在不覺不覺 之後呢 其實今天呢 是 創了這個 52週的新高 就是這隻 6162 大家可以看看 因為它的CQS突然一般 搬了整個 股票 所以 到底它會不會出現 一個大炒作呢 就算今天 升了 52週新高 其實就不算 太高 而且這隻 也不是創業版 這個條件是很足的 而我印象中 好像它呢 已經是 應該先看看業績 它只有3.6億 那 有些股票是控制得很好的 因為它那個成交呢 不是太高 然後呢 嗯 一會兒也說另一隻 就是它 也都 保持著呢 升起來上來 不會升到一些 好像昨天 遺量的40幾% 被你發現到 所以大家都可以 移動股呢 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有些成交變動 但是那個股票的變動呢 不高 包括呢 好像 636 天運這隻呢 其實一直呢 它一路出移動之後呢 它那個 那個 那個 成交呢 其實是 不是 成交就高 但是呢 它的股價呢 變動不大 就是 E牌的時候 在下面 一截的時候呢 它都是逐之逐之升上來的 也都沒有創過新高 那大家創新高之後呢 就不斷 浮上去 是不會停的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回移動 可能你那一陣子 看不起呢 它 升得不多 但是其實呢 後段都挺厲害的 一會兒後面都說另一隻 有 類似的情況 那 還有 衛元堂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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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算升得 但是你看到它每次都是3.4% 但是你看到一年呢 其實它就已經 由 0.3 慢慢升到0.4 你看到 都沒有什麼 比較 沒有趣 就是悶 但是 你不知道是哪一段時間 突然間就好像天雲那些法力 就浮上去 那 還有呢 就是 剛才也是英達再生公路 我都之前說過一次 是近來這個星期才升上來比較厲害 其實你看到 已經沉悶了超多年 差不多 由 上市沒多久 就已經4元滾了下去 只剩下 早前 第一次說的時候 2號幾指 差不多升多 10X倍 才可以上去4元 當然 暫時 這6888 就不可以當它是 可以上去4元 這麼誇張 我猜 雖然有些情況 一旦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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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覺得不錯 做了一隻都是類似的 那 迫遙 綠色呢 你見到都幾滿 其實第一次出移動的時候是幾時呢 他這隻都是控制得非常之好的 第一次出現移動的時候 就是3月 尾 3月27號左右 其實他這一年都是一直在升 但是你不覺得他 就是太 標柄 就是在那裡彈完之後 去到昨天呢 就已經突然間 就創了 一夜就創了 新高 但是他之後呢 會不會再 誇張一點呢 當然呢 最值得留意就是剛才說的6162 因為他 是 你見到他出現過 那些 CQAS上的 特別的異樣 還有就是 他的業績呢 一直都是保持著 是這麼不好的 那 由虧一千萬 又到虧到虧到 差不多兩千幾萬 所以繼續虧錢 虧得多 就差不多值得 拿去 買了他 那所以呢 大家都可以留意 那 那 中石化貫德 大家看看 那 因為 都比較少說到 這個 大些的股票 那 就是中石化貫德 那 這個其實都是屬於 以前 炒得比較厲害的 公司來的 那 也是 剛剛創了新高的 那 如果大家都不想錯過 任何的配星股的話 那大家也可以 是可以 follow回我們的 IG Facebook 還有就是訂閱我們的 頻道 那 也可以去回 下面的 Description 加入我們的 Patreon 那就可以 大家一起 討論不同的 美股 港股 以及移動股 那我們就 下個假日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